Hello 各位同學 你們好 大家好 又到我們學中文的時間 同學有否聽過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 什麼叫象形文字 我們照字面去解釋 像一個形狀 原來中國文字 以前有很多字 都是由一個形狀 演變成一個字 先有像圖畫的形狀 象形 然後就會有一個字 今天劉老師和柔老師 就會教你們認識 簡單的象形文字 今天我們要考慮你的問題 你看看這個象形文字 它好像一個圖案 它跟以下哪個字 我們現在用的字 其實一樣是同一個字 A就是E E斯蘭的E B就是8 包白圖的8 你們猜一下 究竟這個象形圖案 其實真的是B一個文字 在你們猜之前 你們可以先觀察一下 這個象形文字的外表 先看它的左邊 再看它的右邊 這兩幅圖畫 拼在一起 之前分開的時候 是像什麼形狀 你想想 究竟是A 還是B